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米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意思就是说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个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 它是二二年十一月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刚刚成为商家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了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领域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点蓝色字关注记录发布 记录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的通知 各乡镇 经济开发区 限制有关部门 根据省生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 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联合会商议件 结合我线气象 环保预测结果 预计3月13日开始 我线大气扩散条件转差 污染物持续累积 可能出现重度污染天气过程 为有效应对此轮污染过程 最大限度减轻污染 经巨路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 自2024年3月13日18时启动二级橙色应急响应 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按照巨路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有关要求 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 各乡镇、景级开发区及有关部门 落实好各项应急减排措施 应急管理部门 做好重污染天气期间工业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 一、公众防护措施 建议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 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尽量留在室内 避免户外活动 尽量减少开窗通风时间 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患者的 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一般人群减少或避免户外活动 室外工作、执勤、作业、活动等人员 可以采取佩戴口罩、缩短户外工作时间等必要的防护措施 二、倡议性减排措施 倡导公众绿色出行 尽量采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电动汽车等方式出行 驻车及时熄火 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时间 自觉停驶国四级以下燃油机动车 提倡绿色消费 单位和公众尽量减少含辉发信有机物的涂料 油漆、溶剂等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 三、强制性减排措施 一、工业企业管控措施 全县工业企业按照具路线2023到2024年重污染天气 应急减排工业原清单二级橙色 应急响应减排措施要求 严格落实到位 二、施工工地管控措施 除应急抢险外 原则上施工工地依法静止土石方 建筑拆除、喷涂粉刷、互泼喷浆、现场混凝土搅拌 焊接、切割等作业 其他工序可正常施工 三、移动原管控措施 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 应停止使用国二级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 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 钢铁、焦化、水凝熟料、玉瓣混凝土、玉瓣沙浆、 沥青混凝土等行业物料和产品公路运输 采用纯电动、燃料电池中型载货汽车 或国六排放标准中型载货汽车、特种车辆、 微化品车辆除外 其他涉及原料和产品运输的单位 竟只使用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 中型载货汽车、含燃气进行运输、特种车辆、 微化品车辆除外 四、道路保洁措施 根据气温、湿度和天气情况 科学合理安排城市主次干道 合意产生阳尘路段机扫、湿扫和保洁作业 五、浸燃措施 全县行政区域内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焚烧 各乡镇政府、经济开发区 限制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 距路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职责分工 迅速传达到各工业生产企业 施工单位和运输单位等 并抓好各项措施落实 同时要加强督导检查 确保各项应急响应措施落实到位 距路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3月13日 美式维梅搭建中泰友谊桥梁 电商培训为一带一路赋能 来看看广西这家职校如何引领职业教育国际范 培训班开班典礼现场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签约 电商股持续引领区域电商职业教育潮流 据介绍2017年起 网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建设电商股泰国清脉中心和南宁分中心 与东盟国家共享电商股建设理念 技术标准和模式提供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整体方案 学校积极投身于一带一路电商股项目和中台合作中文加职业技能项目的建设之中 与泰国等东盟国家紧密合作 共同开展电子商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该校依托电商股兰宁分中心成功举办了海内外数字经济人才培养 培训认证赛事训练教师发展教育研究文化交流及对外展示等一系列活动 为国内外学子提供了广阔的学习与发展平台 近年来该校联合泰国30多所职业院校和国内100多家电商企业 共同推进青云电商国际在线培训平台的建设 开发了一系列针对中国东盟的中英泰版电子商务专业教学标准 并在泰国出版了三本中文加电子商务职业技能标准教材 同时建设了国际化数字课程资源120多项 累计为泰国师生提供了超过1万人次的培训机会 在中文加职业技能项目中 该校与泰国方面紧密合作 共同开展了电子商务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 至今已有82所泰国职业院校的982名学生成功参训并获得证书 2023年12月成功承办了第三届Botalk杯国际职业院校创新创业邀请赛总决赛 这一系列举措展示了学校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合作成果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电商股泰国职业院校师资培训班正在授课中 学员合影 伊尹学堂打造东盟美食文化与记忆交流平台 伊尹学堂之名以用于中国夏末商出的开国贤像 伊尹 他是中华雏组中原菜系创始人 2016年由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发起 伊尹学堂致力于打造东盟美食文化与记忆交流平台 近年来 该校先后在泰国清迈远东大学 马来西亚经营理工艺术学院 马来西亚成功礼带大学 越南北疆工业技术大专学校等 共同成立伊尹学堂 中国烹饪记忆体验基地 面向当地师生开展中国烹饪记忆体验活动 先后培训学员500余人次 目前伊尹学堂有四门课程认定为 自治区级面向东盟国际化职业教育资源 分别是中式烹调工艺 烹调技法训练课程 主要教授中式烹饪中的炒、煎、炸、煮、烤、凉拌等40种技法 中式烹调工艺基本技能训练课程 是中式烹饪技术的入门课程 主要教授原料切配 基础汤熬制、调味酱汁调制、干货原料涨发等内容 第三门课程是柜材烹饪技艺 是体现中国地方民族饮食文化特色的课程 主要教授60到广西地方代表性经典特色菜品 第四门是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 主要教授餐前准备、餐前接待、酒水服务、中餐包厢服务等内容 学校开设的一路工方展示品非常吸睛 加强中胎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促进两国职业教育发展 本次培训班旨在加强中胎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 提升双方教士能力 搭建有益桥梁 促进两国职业教育发展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罗生芳介绍 学校坚持国际化办学 形成了国际交流与合作衣食商教育国际化品牌 建设有电商股泰国清脉中心 意饮学堂中华美食文化传承基地 中国缅甸纺织服装现代工匠学院等基地 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专业技能精湛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近年来 该校与泰国清脉远东大学 泰国清脉大学等多所院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共同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活动 如共建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中文 加电子商务职业技能资格培训 博导杯中泰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国际邀请赛 创新创业训练营等 这些活动不仅汇集了泰国学生和青年人 也为中泰两国的友好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学校为泰国学生提供中国优秀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融合的 研学课程 如中国书法 中国茶道 民族体育项目 VR技术等 帮助泰国青年学生培养兴趣 拖宽视野 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 当天 学校还举办了2024年中泰职业教育交流座谈会 愿各位泰国朋友在培训期间 收获满满 愉快充实 祝愿中泰有益长存 预制菜不得添加防腐剂 央视新闻 21日消息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国家 卫生健康委 印发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要求 研把 原料质量官 依法查验使用农产品原料的承诺 达标合格证等 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严格食品添加及使用 点击查看更多详情 安排就业补助资金预算667亿元 21日上午 国新办举行近期投资 财政 金融有关数据及政策新闻发布会 2024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的 救助资金预算667亿元 支持落实就业创业的扶持政策 天水麻辣烫专列发车了 3月21日7时47分 200余民游客乘坐第265二次环西部火车 由天水麻辣烫专列从兰州西站出发 开启热辣滚烫之旅 品尝天水美食 感受福西文化 3月21日 第265二次环西部火车 由天水麻辣烫专列从兰州西站始发 工作日没时间办证 司法部出手 人民日报21日消息 司法部决定 自2024年3月至12月 在全国开展公证检证便民提示活动 要求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标准 有效提升公证服务质量和办证效率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办证耗时长 多次跑等突出问题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正式上线 3月21日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正式上线 该平台是教育领域发现谣言 查证谣言 澄清谣言的权威渠道 将依托全国网络辟谣联动机制 与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地方区域性辟谣平台 门户网站以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门 高校等协同联动 构建对教育领域网络谣言 联动发现 联动查证 联动辟谣的工作模式 积极助力营造教育领域 清朗网络空间 全国老年大学课堂升级上线 新华社21日消息 由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主办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官方线上学习平台 网上老年大学承办的第二届 全国老年大学线上公开课堂 日前正式上线 为老年人老有所学 打造内容更加丰富的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网络 第二届全国老年大学线上公开课堂海报 我国狩猎成功试跑 3月21日上午 由中车常客股份公司自主研制的 我国狩猎轻能源市域列车 在位于长春的中车常客试验线 进行了运行试验 列车成功以时速160公里 满载运行 实现全系统 全场景 多层级性能验证 标志着轻能在轨道交通领域应用 取得新突破 同比增长4.2% 3月21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苏舍介绍 1、2月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2% 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1.2个百分点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的整体投资 增长8.9% 实现平稳开局 突破50万吨 新华社21日消息 我国海上首个特超纯油规模化热采油田 旅大5 二北油田 雷产原油 突破50万吨大关 云海2号02组卫星成功发射 3月21日13时27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定运载火箭远征3号上面级 成功将云海2号02组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该卫星主要用于大气环境要素探测 空间环境监测 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 正式宣布普京赢得俄总统选举 金价再创新高 21日现货黄金突破2200美元每盎司 再创历史新高 近一段时间以来 国际金价率创新高 黄金消费 已旧换新 黄金回收等交易高度活跃 乌空军拦截31枚俄军导弹 乌克兰空军21日在社交媒体说 当天凌晨 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31枚导弹 所有俄军导弹军备乌空军的防空导弹部队 和国防军的移动防空火力拦截 新西兰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新西兰统计局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 新西兰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 鉴于去年第三季度 新西兰经济环比下降0.3% 连续两个季度经济萎缩 新西兰经济已陷入技术性衰退 人均可支配收入38,130元 3月21日 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发布 内蒙古自治区2023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年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130元 比上年增长6.1% 内蒙古12地入选 3月20日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2024年 全国四季村晚主会场和示范展示点名单 其中 内蒙古自治区12的入选四季村晚 示范展示点名单 点击查看详情 护包两市联合举办五场招聘会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定于3月22日到24日 分别在护市和包头市举办 护包协同发展五场专场招聘会 点击查看详情 厄尔多斯发放多种补贴 近日 厄尔多斯发布厄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以及落实优化生育政策 12条配套措施 对入拓入园 分娩 育儿以及运检等多方面发放补贴 点击查看详情